成交36萬 少多少 少11% 全台灣少11% 台北市 新北市最嚴重 對不對 台北市之前63000 後來變49000 少21000 新北市10萬08000到84000 少22000 中南部 剛剛就有人說 中南部少8% 台南少1% 然後這個高雄對不對 我們就講 這個社稅有沒有效 從這個數字看好像有效 但是回來說 這些真的都是投資客嗎 買房都是投資客嗎 其實我們要看這個分母的概念 如果說去年 大家都說台北市房價沒有價 還有將近5萬個家庭買新房子 這些人都不怕測死稅嗎 所以我們說打擊面縮小是有必要的 這些都自住等等這些 好 我們再來看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一個什麼狀況 沒有那麼偉大了 投資客沒有那麼偉大了 比如說躲到山裡頭去 早就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 第二個 之前剛才賴委員說 說今天這個十下課稅 之前在喊政治口號的時候很好喊 但是問題是那個數字會讓人嚇到 我想說如果說我一般的房子都是的話 來 我們看一下實價什麼概念 這個是現在目前隨便找三間房子 台北市一間舊公寓 35年屋林要死了吧 28坪2000萬可能還買不到 新北市電梯大樓 五年新的土地1.2坪2000萬 桃園的透天別墅全新的30坪土地78坪的住宅2000萬 這三個2000萬都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嘛 現在的房屋稅 地價稅 土地稅全部都不一樣 如果實價科稅全部都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這在挑戰台灣所有過去地震法系裡頭的邏輯嘛 但是我要回應一下賴委員講說 如果6000萬以上 剛剛張老師也說我們打擊變變小 為什麼變1億好了 1點突破 對 1點突破 3間房子以上非自用住宅 那中華民國有幾個啊 怎麼會講 那這回來又不會又造成說 那這樣就沒有效嘛 說假的 說假的嘛 那今天跟 那就是說我們要走那個大的路叫做稅制公平 問題是你打擊變說到這麼小的時候 又沒有用啦 你真的就 那根本名字都叫得出來 就那個什麼姓郭的姓什麼 那幾個人嘛 那市場有用嗎 真的完成了嗎 那今天講說奢侈稅這些東西 我們都看到了 把市場打成這樣子 中南部沒有掉 但房價也沒有起來 也是這樣子要死 所以我說整體的配套很重要 但是大家都在講配套配套 市場的結構在那邊 今天你的結構 你不管怎麼配 你不能影響到結構 今天還有這麼多人在買房子 我相信大家現在有人講喊漲喊跌 這幾年喊了很多 尤其兩位在這邊 我覺得觀眾朋友坐在那邊 電視前面看 你是覺得聽得很爽 還是你更茫然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心情 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那我到底怎麼辦 我覺得我們市場要去面對問題 我希望說今天能夠討論出一些結論 一個方向我們稍微聽觀眾朋友 不過你如果講說這一點突破效果有限太窄了 那你如果不一點突破 那根本是全部沸騰的 可是怎麼樣來區分 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的 就是社會大眾說 這到底什麼是投機的 什麼是投資的 什麼是我自用的 這個濤哥講的也沒錯 這個其實基本上 投資不等於投機 剛才大學員講說打到投資課 如果我今天有錢 我把房子放20年 為什麼不行 這件事情我們要釐清楚 所謂投機是什麼 比如我今天買一個房子 我下個月我就準備賣了 然後我中間可以賺200萬價差 這叫做投機 可是我今天有一個2000萬 我決定買一個不動產 我放了20年 那有什麼不好呢 這對中華民國的長期的資產穩定 有什麼不好 我隨便舉一個數字 他說你知道我們現在全台灣M2有多少嗎 我們就有 委員知道我們有32億台幣 32兆台幣耶 我們的GDP才15兆台幣耶 我們的M2GDP是200% 在全世界少有的高 代表我們台灣的錢很多 這廣義的M2 對 這麼多的錢 你不叫他買不動產 你要全部擠到股票市場去嗎 還是說你要這些錢 全部匯到國外去投資 國外的有價證券呢 或是跑到美國去買房地產呢 當然我們不熱見我們的錢外流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鼓勵長期的 這個房地產的投資 而不是這個投機 投機炒作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回到這件事情上 我認為實價磕稅 是他有的社會正義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理清楚 他的針對心跟目的心是什麼 就是這幾個字 叫做打擊投機炒作 所以投機炒作要打擊 你絕對不能傷其無辜 什麼叫傷其無辜 我舉個例子 我爸媽辛辛苦苦做公務員 做了30年 他們付了20年的房貸 他們從30歲買第一棟房子 買到50歲他們房貸全部繳清了 他們把兩個小孩子養大了 那這個房子 從1000萬漲到2000萬 請問濤哥 這叫不叫社會公平正義呢 如果說這個房子 他當初買1000萬 結果呢 他辛辛苦苦把兩個孩子養大了 他繳了20年房貸 這個房子還是1000萬 那請問濤哥 而且擁有超過兩棟房子的人 其實並不是多數 所以我們必要回去投來 什麼叫做傷其無辜 什麼叫做打擊投機跟炒作 那我這邊要講 其實濤哥我們現在擁有的制度 剛剛言總講的未必沒有道理 就什麼叫做公平正義 稅積跟稅率的問題 稅積有它的一致性 比如說我們講所得稅 所有人都要繳 不管你有錢沒錢都要繳 但是你稅率可以去定嘛 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買賣房地產 剛才賴文有講 有財產交易所得稅 也有交易稅 我們有沒有印花稅 我們有沒有棄稅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印花稅 跟棄稅的比例調高呢 在交易面上面 針對短期買賣的 我們給它更高的稅率 長期的我們給它更高的稅率 其實你剛剛講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今天所有針對 到底是不是能夠施加課稅的 關鍵點 會不會傷及無辜 這一點如果大家講清楚了 你有100% 如果講不清楚 99%的支持 到最後 你很難在立法院通過的 對 其實剛剛 我剛剛講說 兩戶以上的很少 我們講的是非自用嘛 對不對 我們講說兩戶以上 剩三戶以上嘛 對不對 所以打擊是 房子是用 自用的人這樣反而要降低 現在自用的人也沒降低 因為 為什麼 因為非自用如果提高 自用的人就可以降低 那我們80%人不是降低了嗎 那幸福人不是可以降低他的稅付 而只有那些靠這個資本利得賺錢 而且兩戶三戶以上 而且是非自用嘛 對不對 而且大家講 這個投資 我們並不反對投資 對不對 可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投資賺的錢 是不是要多付一點稅 我們也覺得是要的 如果大家整個 剛剛講 如果把所有的M2的錢 都放在房地產上來 因為這個好賺 稅很少 所以資源都放到這裡來 你知道台灣就是空文這麼多 會造成我們資源浪費 這個國家經濟是衰退的 是泡沫的 你看我們如果把這個錢 因為這個產業是它一直在轉進賣出 賺不了經濟了 你如果放到公共工程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建設上 錢就可以移到那邊去 如果他錢整個來 我覺得這個打房是救經濟 不是害經濟 那搞清楚是怎麼打 我們講過了 就打那個非常不合理的 明顯的 或者這個顯然是非自用的 或者短期的 在裡面設計配套上 我們大家都 其實大家都知道怎麼設計配套 大家顯然是共識 對不對 不傷心無辜的共識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自用的 80%人都是自用的 那不是很好嗎 這不是 這有什麼問題呢 或者你說打房的這個名詞 可能用打 一想說打就是用這個負面 沒關係 這個健全房事好了嗎 健全房事 這個你知道大陸都 你看很清楚啊 大陸在打房對不對 而且溫家網上說 然後打房還是絕對不能收冷 這個現在 到現在還是如此 他因為他擔心整個大陸 整個泡沫下去 泡沫 皮膚不均 整個傷心無辜啊 你知道到最後是 我們全民買單 我們過去就是因為 整個泡沫 十幾年前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整個泡沫之後 結果全民買單 因為呆帳在銀行那邊打這樣 就是誰要是最後是大老鼠 大家以為是我們 買房子的大老鼠 不是 銀行 不是一般民眾 銀行才是大老鼠 銀行是誰 就是我們所有的老百姓 搞了半天我們經濟為什麼 其實台灣人很努力的啦 而且應該享受更好的 結果我們是 安身立命的地獄 結果是投資者天堂 因為投資者可以賺很多 少付錢 所以我們把這個情勢改觀過來 整個大家就會得到一個比較 為了防止大家那麼焦慮 不會像愛爾蘭這其他國家 整個都都垮下來了 我真的不樂見這樣子啊 這個教授 就是非常支持所有的這個打房的政策 所以有點是劫富濟貧 那去玩聊天丁 所以 講了那麼辛苦 講了這麼幾年 有沒有泡沫化 有沒有去探究這個原因 為什麼他沒有bubble 就是因為錢多了嘛 所以去追究到錢那麼多進來 就是因為移政稅的問題嘛 我從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十 所以那個錢回來 那回來的話 為什麼回來到這個地方 不是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 所以他很好賺嘛 所以他到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地方 你資金那麼多 國標市場也不好 債券也不好 像投資工具 投資工具 你要把整個國家經濟 帶上整個方向 我不問一下好不好 今天我的空聽會 朱英鵬有來參加 朱英鵬是前政務委員 剛初從五十八降到十八 他是主要的決策者之一 我不要說全部啦 之一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我那時候把大幅降下來 希望錢回來 來台灣這裡投資各方面的投資 絕對不歡迎你說 只有擠到環地產 對 剛才朱英鵬提的那個東西 就不在我們這範圍 你一動盪就沒有 你不會自用 對不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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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這稅資的問題 稅資不好嗎 所以讓他錢通往這裡擠 你如果說 如果說沒關係 你賺那麼多錢 你房子賺權 你繳稅嘛 你繳稅就好了嘛 那沒有說不可以 你再有錢 就買房子嘛 對不對 你說我買進一億 賣出兩億 那就交稅嘛 交稅就得了嘛 所以你們要求的就是 一個合理的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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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交稅嘛 支持賺得到錢繳稅 所有的有錢人都會這樣做 但是你不要打擊投資行為 沒有打擊啊 打擊啊 你請援總說明一下 援總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打擊到投資 這個 40歲是在幾乎是在 這個 商這個有錢人 因為他有在買東西嘛 買東西什麼就是 課徵15%嘛 所以他會商他就是 那我就說 我兩年不要買 不要碰或者買完就不爭 不要去交易 那就不會了 因為它是屬於一種 交易稅 就是我增加你的交易成本 那你的實價課稅是 幾乎是全民皆商 因為等於說 我這種租買比較久的衣 放得久的衣 我沒有得到獎勵 因為等於你把那個 公告信頼拉到實價的時候 或者用實價實價 跟我原來的成本來看的話 我要繳一大堆的稅 那我幾乎 我就比較快走走就好了 所以這個 對那種產品持有 就沒有鼓勵嘛 當然教授起講說 那我要排除自用的 那很簡單啊 這樣的 大人都會買給小朋友嘛 那小朋友可以游泳 也是排除嘛 是不是這樣 那假如是這樣的話 一生利物嘛 自用財政部長 我假設 現在交稅都是有自用 不是非自用嘛 稅率不是在這裡方 對 去探討 為什麼我們黃教會上漲 制度不好啊 稅制不好啊 房價上漲啊 大家就把錢往上漲 制度好沒有錢 怎麼會漲呢 現在是錢嘛 制度的好錢都會到別的 不要到房地產這邊 因為稅制很錢 你有講一個非常天真活潑 又可愛的想法 那房地產會漲的速度 當然比房地產 股票好比債券好 這還用講 我提供一個數字給大家看一下 奢侈稅 今天剛好有一條新聞 奢侈稅今天買一年了嘛 真的一年了 五都全漲 好 這是什麼概念 台北市漲多少% 漲0.4% 新北市漲多少% 5.6% 台中漲24% 台南漲11% 高雄漲19% 什麼概念 大家再來看一下 台南是多少錢 8萬塊 8萬塊 台北市50萬 台北一間 台南六間 這問題又來了嘛 是不是 又是南北不均 又是什麼問題 你說這些漲了十幾二十% 是怎麼樣 是之前委屈還是說現在 就是剛剛嚴重所講的 資金回來 你要它去哪裡 今天問題說 稅質不公平是一個 我其他的管道也沒有健全 今天你要把閘門拉起來之前 是不是水溝先挖好 現在不是 現在是閘門一拉就開始進來 那水就自己找洞去鑽了嘛 所以他今天沒有別的地方 可以去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房地產 這沒有辦法怪那些富人 你可以先講一件事 土産稅調回來 一陣稅全部調回來 把台灣的資金 再趕個五兆出去了 那很好嗎 不不不不 這問題是 決定不是說要趕資金出去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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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強調 他剛才講長期持有 可以可以打折嘛 長期持有就打折啊 鼓勵你長期持有打折嘛 要配套 配套都講過了 你剛剛提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把它趕走 是說這個錢進來的時候 沒有關係嘛 你就賺錢沒關係 你就通常擠房地產也沒關係 就納稅嘛 就這樣子交給政府嘛 就這樣子而已 這有什麼了不起呢 就是對不對 你沒有賺錢就不用交 賺錢去交嘛 賺錢交稅這是正常 所有的貨人都會這樣做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也開放觀眾朋友 可以加入這個討論 就付稅這個合理 到底是怎麼樣的這個合理法 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一次 一次先用一個這個高標的 讓大家沒有感覺的 但是會不會不受到這個影響 不受到這個衝擊 是不是也公平的 那麼到底是投資還是一個投機 能不能分得開 我們開放觀眾朋友 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這是在未來 很可能就會政策落實 但是它會不會造成大家的一些的憂慮 馬上回來 對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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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